朋友们 大家好 首先让我在这里祝福各位 春节快乐 新年新希望 那么本来过年中国都是一片喜气洋洋 趁这个机会跟家人团聚 那么非常遗憾 今年这个春节期间 在国内所发生的事情人人皆知 在武汉的这个所谓冠状性病毒肺炎的感染 而且正在恶劣的这种急速的恶化当中 那么这些事情的发生 任何一件的事情的发生 都有它发生的原因 那么导致的后果 也有为什么会导致这么严重的后果 任何一件事情发生都有起 都有原因跟后果之间 因果关系我们所谓的 OK 我今天就想由这件事情来分享一下 我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那么其中就会牵涉到 东西方之间 那么一个国家法治 政治文化的体系不同 那么在这种不同的情形之下 一个自由法治的国家 带给老百姓的是幸福快乐 一个用强权来控制老百姓的 一个体系社会的国家 带给老百姓的是痛苦与灾难 我为什么这么讲 那么接下来我就要跟各位好好分析 为什么我会有这种看法 首先讲到环境卫生 其实这个病菌的来源 就是因为环境的不卫生所造成的 OK 听说中国人吃蝙蝠肉 从蝙蝠肉里面感染出来的这个病菌 OK 接着下来我讲我刚刚好在2019年9月份 夏天的时候我刚好到武汉 去玩了十天 这十天我刚好住在这个海鲜超市的正对面 一过街就是了 走路只要五秒钟就到了 我每天早上都会到这家海鲜 批发市场去逛一逛 当时我所看到的这种情景 就吓我一跳那种脏乱的情形 那么真的是够脏乱的了 OK 整个海鲜市场是没有空调的 我去的时候都是早上九点多钟去 然后我所看到那里所有的摊贩都是光的赤膊 他们杀鸡杀鱼杀肉 因为地方很小 都在地上面摆一个那个砧板 就在那里杀鱼杀肉 那么整个市场的脏乱 是可想而知的 接着我还 我有一天早上我要到他们那个厕所去小便 那么缺了这个厕所才把我吓一跳 那个厕所里面那个又脏又臭甚至连门都没有 OK 你可以看到每一个男人蹲到那里上厕所的那种 那种不雅的这种姿势 OK 每个人还抽的烟 那个味道极其无法忍受 这是我亲眼 我刚刚好到那个武汉这家海天批发市场 我所看到真正的情况 我们上述描述 我们大家知道它的起因的原因 是因为环境的不卫生所造成的 OK 那么造成了以后 事情发生的原因以后 为什么会造成今天这么严重的后果呢 讲到这里 我们又会牵扯到 这是东西方文化之间法治不同 说给老百姓带来不同的后果 OK 那么西方自由的法律 它是来保护每一个人的自由 安全跟权利 不允许任何人侵犯他人的权利 那么我们是受到保护的 那么共产集团国家 它用来法律是控制老百姓的什么 思想言论跟行动 它用法律来控制 这是两者之间不同的地方 那么一般许多的中国百姓们 都已经习以为常 他们的论调都是认为 中国的人口这么多 当然不能跟美国这么自由的开放 OK 如果像美国一样这样自由的开放的话 中国早已都乱掉了 这种盲目的思想 经过长期的洗脑 给很多这一些盲目无知人的这种观念跟想法 这种被如意的这种思想文化 从渊远的中国历史皇帝时代 一直传到今天 到了这么科学技术 这么发展的时代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中国仍然原封不动的保留下来 这种被如意的这种思想观念 用这种强权 世界上所有的共产国家 它就利用这种强权 来控制人的什么思想 言论跟行动 我们先讲 它用怎么样来控制一个人的思想 它就用媒体 用教育的宣传方式 来控制你的思想 OK 那么第二个 它控制你的言论 OK 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 在中国大陆 诗人绝对不能公开 来发表你对国家的任何的消息 在国家没有允许之下 你个人没有发表的权利 那么当然更不能 你当然更不能抱怨国家的不满 否则的话 它就会用 颠动或者是 颠覆散动国家政权 散播谣言 捣乱社会秩序 危害国家安全 等等等等的罪名 那么法院可以判你五年 也可以判你五个月 那么随便法院怎么判 老百姓在这方面是 绝对没有言论的自由 那么老百姓可以跟人家谈一谈 东家长 西家短 张三的好话 李氏的坏话 没有问题 但是千万不要谈论国家的事情 OK 那么就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造成了武汉今天这种病情的 不可收拾的地步 早在当初的时候 有几位网友就在网上面公布了这些病情 结果就被中共的阻止跟抓捕 因为他们没有经过国家的允许 是不允许来谈论这些事情呢 他就以你散播遥远的罪名来抓你了 这就是共产制度的法律 那么在美国呢 就没有这个问题 像我们做这个网站 我每天做完以后 我直接就床到网上面去 我想讲什么 就讲什么 我只要不危害到人家的权利 我只要讲的是事实 我百分之百都可以自由的言论 在美国是绝对没有这个问题 那么在大陆就不行了 大陆做完一个视频的话 我要先把这个视频送到有关单位 经过何时允许的情形之下 那么我经过了批准 我才能把这个视频传播到网站上面去 这就是两边法治文化社会所不同 那么给老百姓带来自由的程度有所不同 其实非常严格或者是我们简单的来说 在中国房地产国家可以有法律的政策 它可以规定你 什么时候可以买 什么时候不可以卖 那么甚至它可以规定你 什么时候可以涨价 什么时候不能涨价 由它的法律说了算 那么中共就想用法律来控制一切 那么它不按照自然的军居的规律 OK 那么第二个 它用户籍的制度来控制老百姓 千居的自由 农村的老百姓要去都市里面 必须要有什么弱户的管控 对不对 农村的小孩子不能在都市里面读书 那么中国老百姓的迁居 是受到法律的控制 结婚又要到当地户籍处去办理当地的登记手续 等等等等 它在一切 它的法律都是在控制老百姓 所以老百姓没有它的自由 那么在西方国家 小孩子高兴到哪里读书 就到哪里读书 我想搬到哪里 我就搬到哪里 讲到这里 我们就可以很简单的知道 中国老百姓第一个没有迁居的自由 OK 它用附体制度来控制你迁居的自由 那么第二 你对自己私人的财产 没有百分之百的法律的保障 OK 国家随时可以有政策 那么国家法律的政策 它是说了算 第三个没有言论的自由 法律规定你 哪些话你可以说 哪些话不该你说 你就不要说 言论上面 它也控制到你的自由 第三个 它控制你思想的自由 利用各种的媒体宣传 还有从小的学校教育 OK 一直到高中 一直到大学 OK 那么以前是需要被毛语录 对不对 那么现在又发明了一个习近平的思想 那么老百姓要有将来想要有好的发展 或者政府官员 你想要有好的日子过 那么你必须要先摸清楚 共产党最喜欢用的就是什么 自我造神主义 自我造神运动 当皇帝的人就希望老百姓敬畏他 敬畏皇帝就像神一般的警卫 所谓的一言定尊 要嫁就嫁 喜大大这种肉麻的歌曲 居然在央视 大家唱得不亦乐乎 那么这些举动 对一些有一点知识 有一点头脑的人 看起来是何等的幼稚 荒唐 肉麻 那么在中共这个国家 大家做起来 就非常的开心 不亦乐乎 也不感觉到肉麻的感觉 中国老百姓在共产党 长期的洗脑之下 那么在生活里面 对一个陌生人 如果讲一声请 谢谢 对不起 或者对家人 朋友 讲一声 我爱你 都是极其肉麻 极其困难 非常弱弱 无耻的行为 那么中国 我爱你 或者是我爱习大大 那么说出来 都是非常非常的顺口 要嫁就嫁 习大大 这种真正幼稚 但是无知的行为 在中国就变成顺理成章 自自然 他们就不觉得肉麻了 那么在陌生 在陌生人与陌生人之间 他们会非常的吝啬 讲一声谢谢 对不起 那么这种行为举止 在西方是非常自然的一件事情 那么对中国人来讲 就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所以两边的文化之差异 你去研究起来 真的还是蛮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对不起 我又扯远了 我要讲的是 中共 它可以用手段来 中共想要用手段来控制一切 它可以用武力来控制 自己的老百姓没有问题 但它控制不了这个世界 更控制不了大自然的规律 对不对 那么就因为如此 它才造成了今天武汉这种失控的状态 它还需要用封城来解决 这种问题的严重性 文明世界都了解共产党的邪恶 但是国内的老百姓 却不断对共产主义的崇拜 所以这种造神运动连连的不断 那么像金灿荣这种拍马屁的学者 在国内是多的 多的去了 OK 那么他们继续不断的 忽悠无知的老百姓 Fooling the people Fooling the people 就是忽悠老百姓 英文就是讲 Fooling the people 忽悠老百姓 用手段来忽悠老百姓 那么今天仍然是春节起点 那么很抱歉跟各位聊这些 中国不幸的时间 我相信正义是永远战胜邪恶 仁慈善良 永远是受人尊敬与欢迎的 OK 同学们 希望你是一个有主见思想的人 那么在生活当中做出一些善事 多养成对人说 谢谢 请 或者对不起 那么做人 谦卑 低调一点 你所有的名牌 或者汽车 包包 我一点都不会羡慕 那么做人 如果不懂规矩 不懂礼貌 永远会被人看不起的 那么再次谢谢你收看 与支持我的节目 好不好 那么最后祝你新的一连 顺利 快乐 成功 幸福 OK 那么下节课 我们再聊其他英文的东西 Take care 拜拜